現在時間是晚上的五點半 感覺11月的沖繩蠻快就天黑了 然後我們剛停好車 沖繩蠻多飯店停車是要費用的啦 這間也是要費用 要抽票卡 OK 謝謝 哇 你進來這個大廳 它有那種東南亞的度假感 對 度假感很重 你有沒有聞到那個海味 我聞到水味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它其實這裡面是生態池 喔 真的還假的 可是有動物的 所以它就是你會聞到那個海味 我們看一下這個好不好 這感覺好像是一個挑高的那種中庭 稍微看一下 哇 好可愛 有魚耶 有熱帶魚耶 什麼的 那個大飼料 對 然後這個中庭啊 感覺很大 我說這邊很適合要賣飼料啊 那公園旁邊都會有一個這樣 然後有一個洞 然後就會掉飼料這樣 我不想理你 好啦 這是它的中庭 感覺到那邊都是 我先去Check-in OK 現在飯店的人員啊幫我們推行李 順便帶我們到我們的房間 因為這個地方走來走去 繞的比較遠 那旁邊現在夕陽真的很漂亮 可能看不太出來 可是 就是夕陽很漂亮 我們現在走到另外一棟 這棟啊 感覺是就是比較新的 我們剛才穿過一個餐廳 然後走到二樓 現在才準備走到一個South Power 南塔 應該我們是住這點吧 現在外面的景色好漂亮喔 超美的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他剛才堅持要帶我們來 因為我們自己一定找不到 超神秘的 然後 我們以為是沒有Lounge的這一間 結果他說有 Lounge啊就是咖啡茶還有汽水 他只有這樣講啦 也要去看才知道 哇 就是我們剛來的那一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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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嗨 親愛的 我好像有點吃太飽了 因為味覺的 堅持了一個那個鬆餅 對 沒錯 然後又吃那個牛肉和牛 覺得已經有點飽 這間房間有點暗了 所以大家看到我的手 在打光 看到沒有 我是寂寞 對 我是寂寞 然後剛才有人受傷 在跌倒在補藥 好啦 我們今天被升等 哇 這間房間超級大 一定要趁機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本來想說 全部都要租萬豪系列 那可是因為六日 不管是哪一間萬豪 全部都超貴 所以我們才訂了別家 對 然後這一間我們訂的是 兩個晚上三萬塊 就是一個晚上一萬五日幣 對 沒錯 才幣大概就是四千多 含稅喔 所以是相當划算的一個價格 對 可是我們這次來的時候 就剛好它的桑拿跟大漁場都在維修 都沒有辦法使用到 有點可惜 很可惜啊 我們覺得這個應該像一個度假村 真的是說你可以住個兩晚都不出去 是沒問題的 對 沒錯 這次來沖繩之後 我覺得下次可以再來個三沖四沖 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在它的南塔 就是新的這一棟 你看一下這一層 其實沒有幾間房間對不對 它房間其實蠻少的 沒錯 對 可是它就是它做得很寬 所以我覺得它的目的是希望做到 譬如說每一間房間都可以面海 沒錯喔 對 好 那我們走進來 這邊呢 它的整個呈現的一種氛圍 我覺得稍微有點 印度南洋風 印度南洋風 有點混搭 對 因為不會 很少有人飯店會紅色搭綠色 對 這個大家先看一下 整個房間是這樣子的 對 可是它又帶有木頭色 整個房間走著混搭風 那我們走進來一點 看這邊 這邊是什麼 這鞋櫃啦 欸你看它這個 就代表它就是有三溫暖型 可是我們這是 無法使用到 鞋櫃旁邊呢 這個是什麼 這裡有一個巨人的衣櫃 為什麼是巨人的衣櫃 它直接做到頂天耶 哇很大耶 非常大 裡面有什麼 它這裡有附兩件浴袍 那它剛剛有說就是它有附 可以讓你穿出去的鞋子 哇很貼心 因為外面就是海灘了 其他就是這樣 欸最上面那個是什麼 我剛剛有看 那是什麼 熨斗啦 喔熨斗 它翻來熨斗造了一個家 沒錯 然後它這邊的按鈕是電子化的喔 是請勿打擾 然後這邊 這什麼啊 這哪個牌子啊 這是膠囊咖啡嗎 這是我們沒看過的牌子耶 可是這個沒看過 這個牌子是什麼 是C-A-F-F-I-T-A-L-Y 真的沒看過 沒看過 那膠囊長什麼樣子啊 長這樣 喔這感覺比較大杯耶 它膠囊比較大一個 然後也有附這種 這應該是綠瓜式的 為各位隆重介紹 隆重介紹 它的冰箱 為什麼冰箱有需要 剛剛換店的輪圓 有跟我們說 一面的飲料 你看到的 都可以喝 太棒了 對它有附啤酒耶 它說這是welcome drink 然後它有附一些沖繩才有的茶 沖繩限定 接著 那介紹哪邊呢 接著就是這了 哇真的 這裡有一個 這讓我想到格雷 然後我拿 不要了 我還講話 哈哈 這裡面是床 四面床 對 所以你要加床很方便 它最主要可能有一些家庭客 對 想要加床直接拉下來就可以 然後它這邊整個走一個那種 木頭簡約風 它這個閱讀燈 跟這個竹燈是用暗的耶 這邊是什麼啊 這是micro USB嗎 也不是耶 這個就是一般的 110的插座 然後這個是USB 好特別的設計喔 這樣 就這樣啦 好那我們再往裡面 稍微看一下 電視並不大 不過是三菱 好特別平白 第一次看過三菱的電視 這大概32吋左右 那我們再往這邊走 它這個應該是 鬧鐘啦 可以設定耶 對啊設定 主要設定鬧鐘的啦 大概就是這樣 這裡有個電腦 然後這裡可以打開吧 一樣啦 打開是比較亮 然後這邊 有一張非常大的沙發 欸比較硬的 這感覺是比較硬的 沒有不是床啦 它下面是抽屜 喔下面有長棉被什麼之類的 對就可以 如果你睡這個 就可以拿出來幹 欸自從我們生的 變成太金 我覺得真的有 對我們比較好耶 欸 哇那都是在地的耶 黑糖 然後紅色芋頭 然後這邊還有一包這個 感覺像是堅果 對黑糖的堅果 然後有黑糖 這應該是黑糖膏之類的 欸 他有寫Mr.Gongy Joe 想不到經理又對我寫情書 這整個人不好意思耶 他說什麼 嗯他 嗯他 他知道我英文以後會很好 所以先蓋起來不重要 好了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他的廁所吧 哇他是這樣耶 欸這樣子 可以偷看洗澡 那很特別耶 萬一你進去 你在沒有任何的防備之下 我就可以把這個門打開 對啊 那他這邊的廁所 你看 他這整個有一個南洋度假風 對 蠻特別的搭配的風格啦 不過還是很喜歡他有兩個洗手槽 讓早上比較不會吵架 哇 看一下他廁所 你看這牆壁也有整 對這個整個很特別的風格 對啊他為什麼會搭他這樣我不懂 不好說不好說 我不喜歡啦 對其實他這個木色地板是OK的 可是搭上這個紅色牆壁的確是有點怪怪 整個風格真的是有點混搭 他有點像那個 汽車旅館的感覺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吹風機啦 吹風機 吹風機都同一台 都同一台 對那說你 那我們看一下洗澡的地方 最棒的地方就是他的廁所了 為什麼 你看他這個畫面可以看到海耶 你看 你看 他好像洗澡 白天可能比較舒服 他可以直接走出去 你看他可以洗一洗出去 把自己晾乾耶 把自己晾乾耶 把自己晾乾 這麼open嗎 你就洗完然後你就出去這樣 嗯 你想太多 接收大地的那個地氣 合而為 好啦他浴缸也是蠻漂亮的 整個也是蠻大的 其實他深等這個房間是不錯 只是他顏色配色 是稍微複雜一點 我覺得他應該是整間飯店的配色 就是這樣 對 好啦待一下Draw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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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7 1407 1407謝謝 1407 1407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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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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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日本人就是覺得要喝味噌湯 欸他味噌湯 這就是那個啦 哪個 套盛的辣油 你加看看 你加在湯裡面 有人拿來加湯嗎 他們都超辣的 喔 酒味很重 酒味很重 對 感覺一早就會 香醬 這也是人家推薦沖繩壁買的東西 我就買這一罐 對 你看他料很多齁 他這個放超大塊的耶 真的耶 然後這咕咕 也是新鮮咕咕的感覺 我覺得這家也不錯耶 他的早餐獨立 為什麼感覺在日本吃的早餐都很精緻 對啊 都很不錯耶 你看這個溫泉站也很漂亮 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他這個空間蠻不錯的 他其實弄得還算不錯 有那種度假的感覺 對 他是獨立一個空間 是放這個吃飯的東西 那坐是坐在另外一邊 面海的 這是我吃的第二回合 我居然只拿了優格 可是我覺得他選擇還蠻多的 這樣應該可以展現出 我就是對這間早餐的滿意程度 沒有那麼糟吧 就是應該說吃完一回合之後 我就不知道第二回合不一樣的東西 我要吃什麼 相對昨天 昨天我們在公寓 反而是更小巧更精緻 東西雖然都一點點 可是選擇很多 我覺得這一間啊 我完全沒有看到就是當地沖繩的特色菜 就是有一些菜比較少 就是他有沖繩麵 有那個泡腎的那個辣椒油 就這樣 可是其他幾乎都是西式的東西 覺得來日本的飯店想要吃到一點日式的 特殊的沖繩柴油 他都比較少 對 比較少 然後我要跟各位講一下 我最近很喜歡吃這種可頌嘛 我覺得一個飯店早餐 除了歐姆蛋之外 可頌是很重要的耶 他果凍好吃耶 這個可頌1到10分 我大概可以給他7.5到8分 這是我對他早餐的評價 我幫你們備好車 我自己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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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我自己搬 可惡 這個車子 都是那個今天開林說要省 省到最後你看 我這下好重喔 那下有30吧 你覺得那一下有30嗎 真的很重 真的很重 好 我們騙你們 好了 走吧 好了 我們要離開這間酒店了 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下次來日本 隨便住就好了 我覺得不需要住大樓 就是很多設施可以享受的地方 如果你覺得你來日本 會出去買東西逛街 隨便住就好 其實我們每個晚上住4000多 快算便宜了 是這樣講的沒錯 可是你就會覺得沒有使用到這些設施很浪費 我覺得這個酒店是適合夏天來待一整天不要出酒店 這邊蠻適合的 可是日本就很多地方可以走走逛逛 你就不出去覺得很難過你知道嗎 對 不過這附近還好啊 你要吃吃喝喝也有一些啦 旁邊有一些小店啊 還有一些小吃啊 對那這邊都有提供無料送贏的服務 就是他可以來飯店接你 然後你在那邊吃飯 他就送你回來 這附近出去就有好幾間 都有這樣的 因為他們知道可能大家都想要喝一點小酒 可是有開車不方便 沒錯 整體的這間也是蠻舒服的啦 蠻推薦的 而且我們這次租到很大的房間 對以這個價位很可以 那今天影片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 訂閱、分享、按讚 我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的下午店 都會發布影片 最重要的是加入我們的社團 跟追蹤我們的IG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不要這麼靠近我皮膚太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